1972年出生的邓世俊,要比好俊敏大15岁,却是后者足球生涯,最重要的领路人之一,从发现到考察,再到用心培养,直至后来前往刘春明的国少队, 我俩相处整整十年,作为郝军敏的足球启蒙教练,聊起这问爱图时,邓世俊侃侃而谈,在他眼中,郝军敏学球刻苦,懂事而早熟,其足球天赋较高,他是那种很有代表性的全面发展型球员,他只要上肯定不输球,邓世俊不到20岁,就被分配到安松原路小学,成为一名体育教师。 他承认,在发现郝军敏前,自己本身就有很大的雄心壮志,在足球教训方面,也有一定的目标,与其说培养出郝军敏,还不如说我遇到了郝军敏,速度极快,爆发力强,这是当初邓世俊发现郝军敏的第一印象。 起初,我还是一个了解和观察的状态,但越往后,发现越多这孩子身上的可贵,评价少年郝军敏是,邓世俊的原话是,身处那个年代,在郝军敏身上,基本找不出什么缺陷。 瓜巧,懂事,训练不打折扣,不迟到,不早退,学习成绩也很不错。 郝军敏最大的优点,就是从小没有坏习惯,对于教练员来讲,他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学生,收拾郝军敏的家庭情况很一般。 郝军敏是当地城中村的普通人家,目前是家庭妇女,父亲则在外帮人从事装修工作,住处条件,也很有限,是一片简陋四方的一座小片,但更困难的是,从他家到万松原路小学有些距离,而且地处偏僻,但即使这样,邓世俊每天早晨五点的带队训练课,郝军敏从不缺席,他有时得要四点多起床准备出发。 由他母亲送他到校,这期间确实付出很多,也很辛苦。 经过一段时间学球后,郝军敏也意识到很多事情的困难之处,但让邓世俊佩服的是,他仍然有毅力坚持下来,他指郝军敏本身就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学生,不同于一些学生因为踢球而耽误学业,郝军敏从进入小学开始,学习成绩就很出色。 五年级时,他还是班上了数学课代表,让邓世俊印象很深的事,尽管郝军敏对于足球十分热爱,但放学回家在第一电视,还是借着灯光完成作业。 这个习惯很好,说明他从小很有责任感,是一个心中有数的孩子,而在完成作业后,郝军敏也不会像其他学生那样沉迷于游戏或玩耍,而是把剩余时间留给足球。 他喜欢看比赛,喜欢在电视上看足球直播,从小对于足球,就有很钻研的一面。 在汪松原路小学,郝军敏一直就是队长,后来到了武汉体工队,他一经常佩戴队长绣标。 更重要的是,他在球场上,有着一种绝不服输,全力求胜的浩强心态,无论是在武汉市,湖北生乃至全国,各童年龄段比赛,他基本没有输过球,更是俊诚,大家对郝军敏十分放心,只要他上场,参加童年龄段的比赛,我们一般都能赢。 作为武汉人,少年郝军敏,也曾是传统赛事武汉而宝贝的风云人物,由于技术能力过于突出。 那是,邓世俊经常安排的童年龄段,大两三岁的选手一起比赛。 九岁那年,郝军敏在比赛中受伤,在当时,我对他父亲说,你的儿子未来不是属于你的,而是属于国家的。 邓世俊直言,我们觉得他太优秀了,不只是球踢的好,各方面是全方位的优秀,这对于他后来的成长和发展,是起到非常重要的因素。 人上人迟的苦中苦好居民,跟随邓世俊学习足球那个年代,中国职业联赛刚起步没多久,各方面硬件条件都很有限。 讲到此处,邓世俊不由感慨当年的种种艰辛,他总会说,郝军敏,那批球员的成长轨迹,实在是太虚择,太辛苦。 那时候,我们经常连训练场地都没有,想要学球,就是找一找有空闲的事外场所训练。 比如屋檐下,马路并或者公园里面,哪里有空间就到哪里练,正是这直言,当时的外部环境和现在相比,简直是天壤之别。 我总觉得,郝军敏那批队员的智库能力,以及想要出人头地,的欲望更强一些。 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,应该值得现在的年轻人发扬和延续。 不过在15年前,武汉市的青少年足球赛事已经兼成系统,除了著名的武汉暴杯,邓世俊会经常携带和军敏这批队员,代表万松元,录小学的外面比赛。 过去,邓世俊也曾做过球员,喜好辞职中场,因此在教学过程之中,他更注重郝军敏的接球、传球、代球和控球的培养。 小学期间,郝军敏的代球过人本领便很突出,用邓世俊的话讲,基本上在武汉,没有人可以拦得住他过人。 而说到灭就这一高水平的秘诀,邓世俊并不否认当年对此的专注,某种程度来讲,这同我当时的足球哲学,是存在很大的关系,因为我是中场球人出身。 我认为足球就应该这样踢,我也喜欢追求技术路线,因此,就为郝军敏量身定做,一个技术型中场的风格。 邓世俊承认,由于自己喜欢这样的踢球方式,所以在日常培养之中,将郝军敏朝向这一类形式大方,必须承认的是,郝军敏的天赋很高,非常适合踢球。 可现在回过头来看,当时的教学方式,其实还是存在一些缺陷,因为在那个年代,我们还不是很懂怎样培养球员,别说互联网或者视频教学,连日本教科书都没有,挥手往事。 邓世俊坦言,当年完全是依靠自己的一些体会,不断教学,不断总结而培养郝军敏,从某种程度上来讲,也限制了他的一些发展。 他举例道,尤其是郝军敏,2010年,前往德甲沙尔克林寺游阳时,其实,也意识到青少年学球的某种不全面性,比如说防守,我所教给他的,显然同技术,进攻等方面,有着一定的差,句,说到此处。 邓世俊坦显得有一点会有,一号致命的天资和努力,他完全可以达到更强的高度,17岁踢中超,18岁杨明市清赛,国上,国清,国澳,国足一路畅通,直至现在成为国家队的核心球员之一。 邓世俊坦,就还未达到他们理想的愿景,我的期待,是他可以走向世界,真正扬名五大联赛,但最终在得奖,还是有些遗憾。 我自己的总结,还是源于青少年培养时的一些不足,在他真正学习知识的时候,没有给他全面知识性的帮助。 正因此,如今已是亚族领讲师的邓世俊,非常注重培养青少年的全面性和知识性。 在他眼里,好聚明已经足够出色,但真正对比世界一流球星,还只吃亏于年少学球的各种困难和客观条件。 现在,邓世俊坦信一句话,教练员水平会决定运动员的水平,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。 那时,假如我们真正了解足球,同世界一线接轨,可能好聚明已经在的假扬名,甚至成为中国球员创单欧洲的一个保安和标杆。 现在,当为其他教练员受课时,我都会告诉他们,要把青少年培养工作的基础大牢。 15岁前,向他们传授最正确、最全面、最先进的知识和理念。 全面练好各种技能的基本功,等到16岁以后,完全是巩固和运用知识的阶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